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看点恒大究竟为啥换帅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youtube的频道 请一定要按下订阅和通知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的解析新资讯了 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 中国恒大境内经营实体恒大地产 于8月17日更换董事长 总经理以及法人代表 许家印不再担任恒大地产董事长 柯鹏卸任总经理法人代表等职位 新任董事长 总经理和法人代表为赵长龙 其另一个职位为 恒大物业执行董事兼副董事长 据了解 这只是正常年检后的董事长法人变动 不涉及任何控制权股权等变化 疫情之下 中国各地频频爆出恒大集子公司项目停工的消息 8月12日 因工程款长期不发 商票逾期不对付 恒大昆明多个项目停工 卸任消息公布后 恒大系股票大幅下跌 其实作为买房人 最关心的还是自家的房子还好不 这次许家印卸任 就有人怀疑是否跑国外金蝉脱鞘之类 追求真相专业分析跟着我 你会知道更多 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右下角点订阅 这个放心 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恒大汽车是皮带哥的心头肉 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董事长后 可以专注债务问题和其他重点业务 如新能源汽车等板块 恒大断壁求生 许家印造车生变 目前一车未卖且未有车型量产的恒大汽车 尚未拥有造血能力 只能依靠母公司的输血与救济 然而母公司亦自顾不暇 我们要实施换道超车 就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走一条世界历史上 所有汽车企业都没有走过的路 2019年11月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用 买买买合合合圈圈圈 大大大好好好 形容其换道超车的造车路径 彼时意气风发的恒大 如今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8月10日晚间 中国恒大3333HK发布公告称 恒大集团正在接触 几家潜在独立的第三方投资者 探讨有关出售本公司旗下部分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出售 恒大集团上市附属公司 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及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权益 公告称 截至公告日期 尚未确定或订立 任何具体计划或正式协议 躺该计划最终协议得以落实 公司将进一步公告 值得一提的是 8月9日市场有消息称 在有关部门协调下 珠江投资广州城投月秀金控等城投集等央企正与恒大展开联合开发的谈判 预计将对恒大释放超过6000亿元的资产流动性 不过8月11日 月秀金控董密在投资者关系平台上回复 昌公司目前业务不涉及恒大集团 亦未参与恒大集团的资产重组 此外有消息传出 恒大物业的股权出售对象 可能是万科牵头的财团 恒大和万科对此均表示没有可披露信息 与此同时 有媒体报道恒大曾接触深圳国资 深圳国资或为恒大汽车的潜在买家 据知情人士透露 恒大汽车出售部分资产 并非整体出售 虽然目前出售权益比例及价格未知 已无法断定恒大是否会全盘打包出售 但资本市场已然狂欢 从8月9日开始 恒大系股价连续3日上涨 截至8月11日收盘 中国恒大报收6.33港元每股 上涨7.84% 总市值838.65亿港元 恒大汽车报收13.82港元 上涨4.7% 总市值1350亿港元 恒大物业报收7.3港元 上涨8.96% 总市值789.19亿港元 三天内恒大系市值合计增长将近610亿港元 连续三个交易日走高之后 8月12日 恒大系股价回落 截至发稿 中国恒大跌近5% 恒大汽车跌近6% 恒大物业涨超1% 两年半累计亏损超174亿 未来三年将投入450亿元 同步研发并制造15款新能源汽车车型 恒驰全系列产品于2021年 陆续实现全面量产 2019年 许家印豪言壮语 勾勒着恒大汽车的三年蓝图 2025年实现年产销超100万辆 2035年实现年产销超500万辆 今年3月恒大汽车业绩沟通会上 恒大汽车管理层依旧自信满满 今年6月恒大汽车的夏季测试启动仪式上 恒大汽车总裁刘永卓宣布 今年第四季度 恒驰汽车全面进入市生产阶段 明年大规模交付 然而 尚未等到首款车型量产下限 恒大汽车便骑虎难下 巨额亏损下还要面临被出售的潜在可能 8月9日深夜 恒大汽车发布盈利预警公告 预计今年上半年录的净亏损约48亿元 约为去年同期净亏损约24.51元的两倍 公告表示 上半年净亏损主要由于拓展新能源汽车业务 处于投入阶段 购买固定资产及设备 研发等相关费用增加及利息支出 事实上 这并非恒大汽车路德的首次亏损 恒大汽车3月25日发布的2020年财报显示 2020年 恒大汽车营收154.8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75% 实现净亏损76.65亿元 去年同期为49.47亿元 亏损同比扩大54.93% 从营收结构来看 其健康管理分布实现营收152.99亿元 同比增长207.52% 贡献了恒大汽车98.79%的收入 新能源汽车分布实现营收1.88亿元 紧沾恒大汽车总营收的1.21% 净亏损为52.20亿元 彼时公告表示 新能源汽车分布收入下降 主要因为电池销售收入减少 卡奈工厂按照新电池产品改造升级 2020年度主要在清理原有电池库存 同时 新能源汽车分布产生庞大经营亏损 主要来自27.44亿元股东贷款的利息开支 22.8亿元研发及广告开支 以及商誉及无形资产减值亏损10.4亿元 需要承认的是 造车作为门槛级高投入巨大 对资金和产业链要求极高的行业 烧钱速度极快 起步阶段出现巨额亏损并不意外 财报显示 理想汽车2018到2020年3年亏损 总额为41.23亿元 2018到2020年亏损总额超过78亿元 汽车从2016年到2018年净亏损 分别为25.73亿50.21亿96.39亿元 相比于新造车们 恒大汽车的投入更显豪气 2019年到2020年 恒大汽车净亏损 分别为49.47亿元和76.65亿元 这意味着两年半的时间内 恒大汽车累计亏损超过17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一车未卖且未有车型量产的恒大汽车 尚未拥有造血能力 只能依靠母公司的输血与救济 然而自去年以来 三道红线接踩的宏荡企业恒大 便走上了自救道路 通过分拆资产上市打股折市促销 出售股权引入站头等降低负债 回笼资金 到今年6月30日 恒大集团表示 企业净负债率已降至100%以下 顺利实现一条红线变率 同时企业有期负债亦已降至约5700亿元 不过今年6月以来 恒大再次站上风口浪尖 陆续被曝出商票逾期 关联公司挪用预售资金 拖欠工程尾款 拖欠广告费等 雪上加霜的是 三大国际评级公司均下调恒大评级 并认为其违约风险正在上升 标准普尔更是在时余天内 将中国恒大及其子公司评级从B加联降至B减 随后再度下调至CCC 且展望负面 这意味着恒大已经处于垃圾级里较低的等级 距离违约级仅高出四级 母公司自顾不暇 子公司岌岌可危 为了筹集资金 恒大汽车分别在去年9月 今年1月和5月进行了配股以及站头融资 通过三次融资 恒大汽车已募的406亿港元 但仍难以缓解恒大紧绷的资金链 财报显示 截至2020年底 恒大集团借款7165亿元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借款3355亿元 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以及受限制现金总额 仅有1807.4亿元 有地产分析师表示 恒大出售优质资产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金压力 既有助于安抚债权人的心态 也释放了未来流动性能够改善的信号 恒大造车模式能否走通 按照许佳印定下的三大宏伟目标 恒大汽车希望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 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 到2025年实现年产销超100万辆 到2035年实现年产销超500万辆 核心技术必须世界一流 知识产权必须自主拥有 产品质量必须世界一流 为了推进这一计划 去年8月 恒大发布旗下新能源汽车品牌 恒驰 发布了首期六款车型 今年2月 又发布了三款新车型 九款车型覆盖AD级 包括轿车SUV&PV各类车型 其中 有四款车型分别对标特斯拉Model 3 Model S Model Y Model X 其他车型则对标埃尔法奥提Q3 奔驰GLA 奔驰C级 奔驰CLS等车型 今年上海车展期间 航池1到航池9均摆在了台前 不过车展期间有人怀疑 恒大展出的一些新车没有悬架 仅是模型 汽车行业一般是一款一款来做 但恒大一下子做十来款车型 遍地开花 这已经违反了行业逻辑 更像是卖漆房 造车新势力不是这种打法 新能源造车本质上 是模仿iPhone新零售的商业模式 先出一款爆款车型来卖 一上市销量非常高 造车新势力 倾注资源和精力 集中在这一款车型 我们没有超速 一切尽在掌控中 面对外界对恒大造车的质疑 刘永卓在上海车展上回应称 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最好 同时刘永卓强调 今年第四季度 恒池汽车全面进入市生产阶段 明年大规模交付 动力电池产品也将于今年下半年量产 如今恒大汽车命悬一线 能否如期量产尤未可知 但值得一提的是 恒大汽车虽然核心业绩表现不佳 但并非毫无价值 同时售出部分股权 也并不意味着被彻底收购 若现金流稳定 资金扶持到位后 许家印心心念念的造车梦 或许仍能继续 把能买的核心技术 能买的企业都买了 不差钱是恒大跨界造车以来的真实写照 自观宣造车以来 恒大好至数百亿 不断买买买进行入股货并购 在研发资质底盘架构 动力总成电池 技术智能网联自动驾驶 人才等上下游产业链砸下重金 并先后在上海、广州、沈阳、郑州等地 规划布局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今年3月恒大2020业绩沟通会上 恒大管理层透露 恒大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投入474亿元 其中用于收购核心技术和研发 投入为249亿元 用于工厂建设设备采购、零部件采购等225亿元 超出此前恒大三年内投入450亿元的规划 有观点认为 相比于造车业务 投资人更看重恒大汽车的土地资产 据晚点Late Post统计 从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间 恒大在各地共拿了1133万平米土地 其中只有半数是工业用地 另有35%是住宅用地 可以改商品房出售 13.34%是综合用地 可以建商业地产写字楼 学校或商住两用楼 房地产造车模式 与汽车产业发展规律多有碰撞之处 若不彻底改变行为方式 造车理念 则很难成功 去年4月离职的恒大动力科技集团 常务副总裁李超曾在社交平台上如是表示 尽管尚未有车型出售 恒大汽车股价上涨明显 今年2月股价一度冲底72.45港元峰值 并以72.25港元收盘 巅峰时期市值超过6700亿港元 市值一度超过比亚迪 不过随着恒大债务危机的爆发 恒大汽车股价已跌至较为合理的区间 谁将成为拯救恒大汽车的白衣骑士 恒大汽车又将如何谋局落子 是否会借此机会脱离房地产造车模式 拭目以待 恒大肯定能活下去 会以引进投资者的方式去进行 而接盘侠是国企央企 等着瞧 下一步 就要动到恒大汽车恒大在长三角的房产 恒大广州深圳就改核心资产了 大家都懂得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在海洋里 体型最大的蓝鲸 它也是有天敌虎鲸 而恒大 正被一群虎鲸为猎 不知道各位朋友都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 期待你们的精彩评论 忍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期分享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期再会 想了解更多右下角点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